为了迎接新学习到来 以昌国小下车后上午举办 新建大楼教室共备空间启用活动 现场学正位在教育处长饶钟 陪同时下清零现场 也给予第一线老师们提醒和勉励 除了校园内防疫措施要落实 也期盼老师们带领孩童 在书香世界成长所壮 用教育让孩子来开拓视野 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防疫期间民众出不了门 就连家中的学童都只能透过网路课程 线上学习 终于等到疫情逐渐趋缓 全国中小学也即将在9月1号开学 为了迎接新学习到来 以昌国小在30号上午则办理了 新建大楼教室共备空间启用活动 县长徐正伟在教育处长饶钟的陪同下 也清零现场 给予第一线老师们提醒与勉励 因为课方的改变 让老师在教学现场的这个教法 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那对于老师都是一个这个挑战 但是我相信老师会做好最好的备课 互相的同年级或者是这个全学 全学校的这个备课来互相的讨论 让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 都让每一个老师知道 我想这就是花莲线的教育 这栋新建大楼是一参国小前任校长李国明 任内师所新建 一楼的部分是规划为社区共读站 提供给孩童及社区民众良好的阅读空间 二楼以上则是共有三间教室 分别是畅游教室 创客教室以及教师共备空间 里头的设施设备可以说是相当完善 因应新的一个教学的取向 像我们现在教育界蛮重视 所谓的创客的一个学习 让孩子去针对一些资讯科技的 一个部分的应用 然后我们县长也非常重视 所谓的智慧教育 所以在这个部分 投注非常多的经费跟心力 那我们教育界当然也是配合 县府的一些政策 来营造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 让孩子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 另外县长徐正伟也不忘再次提醒老师及乡亲 个人防疫措施一定要做好做满 在外出时更衣全城佩戴口罩 并请洗手做好消毒 期盼疫情能够早日平息 让一切回归正轨 记者徐立芹捷安相报导